张华县政府运用劳动部 鼓励国民从事农业工作就业奖励事办计划 成立了张华县农事服务团 预计招募113名农务人员从事农业 欢迎有志务农的民众踊跃参与 刚才要跟各位说个好消息 你要做只要你轻要做轻要做 我们保障薪资包括我们的协助 给你的职业劳动部和保障费 保障费合法差不多有三万块的薪水 所以在技术问题没问题 在保险问题也没问题 第三在薪水问题也没问题 只有一个问题而已 你想想看我们有多少修根的农田 我们有多少荒废的土地 那么你进来之后我们有一个40小时 由我们农业改良厂来做培训 你就拥有了一个跟政府租借土地的资格了 所以这里欢迎各位一同来参加 我们一同来努力打造一个互议的社会 县府发掘并帮助有意愿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实现愿望 达成永续经营的愿景 有意者可先至县府所属各就业服务台办理求职登记 并在6月7日至6月13日前往各用人单位指定地点面试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 恰询电话劳工处047532412或免付费就业服务咨询专线 0800529191 公益频道许世长张化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